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眼前的宋氏园林名为沈园 南宋时这里曾是一位沈姓富商的私家花园 在江南众多如画的园林中 沈园的出名独树一帜 他源于陆游的一首词和他的一段爱情 陆游活了八十五岁 一生曾驻足停留过许多地方 却唯独对沈园和南正浑迁梦绕至死不休 两个地方一个关乎唐宛 一个关乎国仇 爱与恨激荡出不朽的文字 成就了顶级的诗人 公元一一二五年 是宋徽宗宣河七年 这一年的农历十月时期 淮河上狂风卷着暴雨 突然温于中流一条关船上 传来了新生儿的啼哭 婴儿在惊涛骇浪中诞生 父亲为他起名为陆游自物关 祖上是绍兴 但是他出生在淮河的一条船上 是因为他父亲正在那边北方 淮河那边做官 然后从淮河到京城的路上 陆游在一个风雨之夜就诞生了 那希望陆游一生当中内外建修 所以引用了历史中义里面一句话 无外游无内观 陆游出生的这一年 宋金联手击败了共同的敌人辽 就在宋徽宗得意洋洋大肆庆祝时 金人正在盘算吃掉宋朝这块更大的肥肉 宣河七年十月初七 就在陆游出生的十日前 金兵开始恭送 并迅速拿下燕京进军太原 靖康元年 金兵铁骑先后两次渡过黄河 开封陷落 一年三月 金军在大肆搜掠后 携徽钦二帝和机要大臣 嫔妃 百公等三千余人 满在金箔珍宝北上 北宋就此灭亡 实称靖康之难 这一年英雄岳飞刚满二十五岁 而陆游尚在墙堡之中 这个靖康之史是可以说是 在汉民族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靖康之游为雪 这个补锦也是在岳飞那里 一直到心 他觉得这种民族的耻辱 始终是要去血恨的 仿佛命运注定 路由的一生 要被伤国之痛所纠缠 靖康之难发生时 路由的父亲路仔 携家眷仓促难归 一路上东躲西藏 饱受七皇惊吓之苦 这一段逃难的经历 给幼小的路由 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生学步 逢丧乱 家在中原 燕奔窜 怀边夜闻 贼马丝 跳去不带 鸡豪蛋 人怀一饼 草坚腹 往往精寻 不吹窜 呜呼 乱定百口 拒得权 熟位此者 宁飞天 历尽千辛万苦 南宋建盐元年 路仔带着家人终于回到了老家山音 就在路由跟随父亲辗转避祸的岁月 南宋政权建都临安 面对金人的进一步侵略 宋高宗赵构 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 以秦桧为独相 采取了消极作战 积极求和的政策 在这种形式下 路仔的政治热情逐渐低落 再也无心仕途 开始在山音老家 过起了隐居住书的生活 路由自己在诗里面曾经说 他的家庭是七四项传一诗书 就是往上数期待 都是以诗书传家的 所以朝廷有时候要向民间征集书的话 路由的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 他们家向朝廷卷献了一万三千多件书 可见他家的文化的底蕴跟实力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 路由的童年弥漫着书香 据宋史记载 路由年十二能诗文 山音老家的阳光照耀着书生义气 然而靖康之耻的阴影笼罩着南宋世人 路仔虽然在家闲居 但往来的朋友都是期盼恢复中原的主战派 这些来到家中的客人 每当说到国事时局 总是情绪激愤 食不下咽 恨不得人人以杀身来报效国家 此情此景 深深地烙印在了路由的脑海里 我觉得这个国家灭亡 就是斯大夫文人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 所以他们的命运跟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激发了文人斯大夫的一种 家国情怀政治责任感 觉得收复中原就是他们的一生的使命了 所以在文学当中体现出来的话 这个文学当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都到了空前的高涨 前辈们的忠义之情 凛然之气 激发了路由抗金复活的壮志 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 在老家安静的时光中 路由渐渐长大 为了实现上马鸡狂乎的宏愿 路由选择出世为官 然而在科考的道路上 他遇到了最大的敌人 绍兴二十三年 南宋都城临安 一场索听事刚刚举行完 主考官陈子茂正在审阅试卷 这次考试第一名早已被内定 然而月卷时 陈子茂发现其中一份考卷 诗文俱假 叹为观止 犹豫再三 顶着巨大的压力 陈子茂还是决定 将这份考卷列为第一名 考卷的主人便是路由 事实上 这是路由第三次参加科考 此时他已经二十九岁 在当时广有失明 当状元的桂冠近在眼前时 意外地路由在电视中 被除名落地了 而路由这次的失败 与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就是当朝宰相秦桧 对于路由来说 不巧的是他科考的那一年 正好秦桧的孙子秦勋 也同时参加科考 所以秦桧是上窜下跳 已经将主考官 他认为都逐一打点 就认为他的孙子秦勋 去这次科考拿状元 那应该是如探囊取物 结果没想到那一届的 主考官陈子茂特别有骨气 然后看到路由的话 就觉得这个人才应该是第一名 所以把他把路由点为第一名 主考官陈子茂的行为 让秦桧大为震怒 次年承报礼部电视时 秦桧以喜论恢复 鼓动抗金为由 工人把路由的名字剔除 同时问罪陈子茂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 秦桧做了这一番手脚 他的孙子秦勋 依然没有拿到状元 因为宋高宗也动若观火 知道秦桧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其实也不满意 秦桧这种一手折天的做法 所以那一年 状元你知道是谁吗 是张孝祥 其实是另外一位 主战派的爱国人士 绍兴二十五年 经历第三次科考的失败 刚满三十岁的路由 来到沈元散心 却没料到在这里 他遭遇了人生的 另一场黯然伤怀 碰巧路由的原配妻子唐婉 正同现任丈夫赵世成一起 在沈元游玩 意外的路由见到了唐婉 千言万语无法开口 赵世成向路由行礼后 携唐婉匆匆离去 剩下路由在原地九九宁神 他想起了自己和唐婉 在一起的日子 南宋绍兴十四年 二十岁的路由和表妹唐婉成婚 在路由看来 唐婉是唐舅的女儿 母亲的侄女 两人青梅竹马 一切应当是满意的 唐婉不仅容貌娇好 而且风雅多彩 婚后的路由和唐婉情投意合 恩爱缠绵 春日撂翘时 他们兴致勃勃地踏雪探眉 夏日炎乐时 他们一起荡州赏河 秋日来临 他们采集菊花的清香 缝制枕囊 两人一起沉浸在花前月下 失察风流中 偏偏路由的母亲 对这样一位媳妇非常不满 逼迫路由休妻 好多人认为唐婉被休妻 主要是因为她不生育 其实不染 就是路由是20岁时候 娶的唐氏妇人 21岁的时候 其实已经 就是两个人已经分开了 也就是说连头连别 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不生育这是很正常的 是路由的父母 尤其是她的母亲认为 他们俩感情太好了 好到一度路由 可能沉迷于爱情当中 荒废了学业 所以路由的父母 家族出于对路由 试图经济的考虑 他们是不允许有 这种风化学业的生活的 在封建社会 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路由不敢违背父母之命 在万般无奈之中 忍痛与唐婉分离 之后不久 路由寄取王室 唐婉亦改嫁月中名市 赵世成 年轻时的这场婚变 成了路由 终身难遇的伤口 时隔多年 沉远的意外重逢 让路由百感交集 千种情愁 万种怨苦 一起涌上心头 在酒后微醉时 路由在沈缘的墙壁上 提写了一首 拆头风 红苏手 黄藤酒 满城春色 宫墙流 东风压 欢情薄 一怀愁绪 几年理所 错 错 错 春如旧 人空寿 泪痕红意 焦消消透 桃花落 闲驰隔 山盟虽在 锦树南脱 墨 墨 墨 相传 唐满 看到路由的提词后 也曾贺写了一首 陈户的 奇旧续文当中 唐氏夫人的贺词 只有六字 士情薄 人情恶 只有两句 那后面就没有了 那么后来怎么 到了清代人手里 就是越来越圆满了 我觉得也是好事者 就是为了是他们这个爱情的 这个对话 能够更加的 这个完整 所以我估计是 就后人 这个补写的 但是也很有才 写的也不错 是这个爱情悲剧呢 有了一个呼应 沈缘重逢后不久 唐满一病不起 郁郁而终 在今天的网络话语中 有人将陆游和赵世成对比 指责他抛弃唐满 是一个情场懦夫 然而 我们无法超越时代 评价陆游 重回历史的语境 九百年前 唐满从未在陆游的生命中消失 陆游跟唐满离婚之后 他对于唐满的思念 是持续了一生 因为尽管 先撇开拆头红这首词 不说他还有很多诗 比如说沈缘 包括他七十多岁 八十多岁 不断地去沈缘 写下一些平调的作品 一生当中都在愧疚 就是他就是说的大一点 他是为了事业 为他的功名 舍弃了爱情 但是最后当他功名跟事业 没有完全如愿景那样的时候 他觉得绝对对不起 这个唐满离婚人 其实在他妇人健在的时候 他对这种伤痛的表达 还是很隐晦的 一直到这个妇人过世以后 他才就是这么 非常淋漓尽致地表达 在内心的这份伤痛 旅拜考场 痛师所爱 诗人的心境是郁闷的 但个人之上还有国家 他跑到了绍兴的云门草堂 在那里一边读书 一边习舞 期待着有朝一日 能够报效国家 很快 机会来临了 绍兴二十五年 南宋朝廷发生一件大事 秦桧去世了 高宗趁机铲除了秦桧捧党 朝廷形势开始出现转机 秦桧死后第三年 三十四岁的陆游 在老师增级的保健下 终于可以做官 他先被任命为福州宁德县的主部 两年后又调入京城 担任赤令所删定官 主要负责修改审定律令 虽然官不大 但作为金官 可以接触到很多国家的军事信息 陆游很是高兴 就在陆游满怀热情 投入自己的工作室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 金主完颜量 率六十万大军 分三度 大规模南侵 打算百天之内 灭掉南宋 在秦氏索逼下 宋高宗决心迎战 消息传来 陆游激动万分 他做好了一切准备 打算请英北伐 恰巧这时 陆游接到了高宗的赵队 于是在南宋的最高统治者面前 陆游干了一件出格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朝廷上下还是组合派 还是声音很高 陆游对此非常不满 所以他内建龙朝庆北镇 就是他慷慨讲 慷慨臣词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他是逆潮流而行的 当时朝廷上下还是组合派 觉得我们逆来顺手算了 这次战争 因金人的内讧很快结束 之后宋高宗赵构 急忙与金国重修旧号 宋金之间再一次达成协议 陆游泪见龙床的行为 不仅没有得到回应 反而被罢关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 宋高宗赵构退位 接替他的是年轻的赵慎 历史上称为宋孝宗 孝宗即位后 首先为岳飞父子平反 开始启用主战派 决心对金朝 采取强硬措施 在这种形式下 陆游得到了 禁见宋孝宗的机会 并获得一个天大的喜讯 推荐说陆游这个人很不错 善辞章 而且按典古 文笔很好 就把他刺为 这个禁食出身 孝宗的恩情 给了陆游巨大的鼓励 也弥补了他三败考场的遗憾 次进士出身后 陆游继续留在临安 任淑密院编修官 为了报答孝宗的知遇之恩 陆游更加积极地献严献策 谋划对金作战 然而在主和派仍旧占据上风的南宋朝堂 陆游的行为势必遭到排挤 仅仅第二年 陆游就因得罪了孝宗的亲信大臣 再次被贬处出京 经此打击 陆游怀着苦闷的心情 离开了临安 之后 陆游辗转阵江 龙兴任通判 前到二年 四十二岁的陆游再次被罢处 回到了故乡山音 在静湖畔的三山别叶 开始了隐居生活 不同于之前 这一次罢免归乡 陆游心里坦然而平静 甚至还有几分解脱的心性 此时 陆游的第五个儿子刚刚出生 在江南水乡优美的环境中 陆游和家人一起 过起了轻松愉快的田园生活 莫笑农家辣酒魂 风年流客足鸡屯 山虫水赋 宜无路 柳暗花名 又一村 然而山水之乐 老庄之道 并不能磨平诗人 各种各性的棱角 时间一长 头衔置散的痛苦 开始萦绕在路由的心中 慷慨心油壮 蹉跎并已秋 夜兰文集语 起坐 替我交零 时光流逝 功名未成 现实的境遇 引发了智世的畅恨和悲悯 幸好在四川的南郑 路由等来了柳暗花名 在那里 他将迎来诗歌的高潮 也是他人生的高潮 人生的高潮